老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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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还回来了 女婿呢 什么女婿 我还没有结婚啊 女婿 那你男朋友你都没带一个回来啊 没有 找我回去 哎呀 我会回什么回啊 女儿你今年都已经要40岁了 你怎么还大生啊 现在啊 都是月光族 转完花完 身体健康最重要 要什么男人啊 我自己自力更生多好啊 你现在要40好几 再不找一个就完了 啊 难道你想老了 老无所欲 一个人在冰床上面 每个人给你滴水的 人都没有吧 现在啊 我只要有赚钱 钱到位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到不了老的时候 我去养老业 你怎么这么这样啊 啊 你回来看什么干什么 你不带他人回来 你赶紧去 去保证去 我不去 哎呀 都难得不住了 哎呀 既然你回来了 马西 我叫那个媒婆婆来 给你介绍 乡亲都下 哎呀 你不要搞事行不行 你给我老师一点 听话啊 我把你叫那个媒婆婆来带你去乡亲 趁早啊 过年之节结婚 哎呀 我现在都是月光族都是 闭嘴 你老妈的话你都不听了 我结婚 哎 小心媒婆 哎哎哎 是我呀 哎 你赶紧来我家一旦 我女儿从广东回来了 哎 是啊 来来来 哎 哥 只要我孝顺你就得行了嘛 你孝顺我有个信用啊 我怕你以后老了吃亏啊 吃什么亏 你还孝顺我啊 天到头的 哎呀 哎呀 那么快呢 哎呀 你女儿回来了 哎呀 好久不见了姐妹 我还是那么那么胖啊 哎呀 没有办法赚钱了 我女儿就是 从20岁的时候就像你一样苗条的 到现在40岁了 越来越年纪大了 身材也跟着长发了 那没办法喝酒 喝醋的啤酒 再不找对象啊 以后可能嫁不出去啊 调禁媒婆 这次我一定拜托好你 给我女儿找一户 那个老诗人家 靠谱的 让她嫁了吧 哎呀 我跟你说吧 老妈吧 还有媒婆吧 二婚的我不嫁了吧 那你这种条件 你还想挑什么呀 我想挑什么 我肯定是有车 有房有存款的 你什么条件啊 42岁的 我啊 做媒也做了好多年了 也有经验 也有那个资源 那你放心啊 我会找一个老老实实的 给你女儿的 那多谢你啊 一定要拜托你了 那老妈 你叫我去 来来来 去去去 来来去去 一定要把这好事 好事促成啊 真的像你所说的 有车有房有存款吗 有啊 这个是他们村 最有钱的了 帅不帅 肯定帅了 那行吧 叫出来吧 有人在家吗 小杰 你大哥呢 我大哥他出去了 干嘛 我想寄一下一个妹妮给他 妹妮 对啊 你看你哥 是有钱了 但是你看 这么久了 都没娶到一个老婆 小金啊 你也不看看我们家什么家境 你看他叫这个妹妮吗 就当我老妈还差不多 他配得上我哥吗 你说什么话真 人家其实 以前年轻的时候 比我还苗条的 就突然间就长这样子了 你看我哥 高大威猛 长得要帅我们家 还是纯纯最有钱的 接上这种啊 哎呀 是不是怀孕的 你看 又老又丑又胖 人家还没出嫁呢 黄花大闺女 就是啊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你不要乱说话 我我跟你说 要介绍也 要介绍那种身材好的 黄花大闺女啊 这种啊 配不上我哥 抱歉你没有了 啊 你哥还没出来呢 你还嫌弃人家 男人都没见着 那你也不要那么高的要求啊 是不是 那行吗 去看这一看你家吧 来 等一下好好说话 啊 行吧 来来 这边 来来 泡泡 哎呀 怎么这么穷啊 刚刚那个太有钱了 人家也看不上你 是不是 哎什么什么 那这个最老实的 可靠的男人 叫出来看一下 好 阿祖 要不要这样啊 阿祖 要不要老婆 谁啊 要不要老婆啊 哎呀 你还想去美博啊 嘿嘿嘿 今天啊 我就绩绍个门女给你 在哪里啊 这个啊 哈哈 去叫她给我啊 对啊 她叫泡泡 她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但是她也很好的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黄花大闺女啊 哎呀 小明 你把我这里当上垃圾桶了 什么垃圾桶往我这里秧啊 哎呀 又不看看你家境 连现在房子都伸坏门了吧 哎呦 我跟你说啊 就像我这样 我也看不上你这种人 你看你啊 还黄花大闺女啊 都当我老妈还差不多呢 啊 哎呀 阿祖啊 你说了什么话 你看看你 你都快40岁了 还没有找过女朋友呢 人家啊 都没到你门口 都嫌弃你家虫了 你干嘛 你还要嫌弃人家呢 我这个年纪没结婚 就是因为我不想去将就 但是她这种啊 哎呀 你看 我怕我晚上会做噩梦 噩梦 哎呀 哎呀 还怀了是吗 我可不是怀的吗 哎呦 我告诉你啊 像你这种啊 我还不乐意 你看 穿着衣服 到处都是大补丁 哎 最好不乐意啊 我跟你说啊 不合适啊 哎呀 你也不要挑啦 这个人 你了解一下 他很好的 不了解 哎呦 你看你看 啊 还能不能伤 还是个问题呢 这种人啊 哎呀 光吃那种人 啊 你看 到时候我怕把我吃虫了 算了吧 啊 反正啊 红包也没有 改天有合适的 再介绍给我 哎 阿德 你再考虑考虑吧 考虑个屁 像他这种啊 一辈子都是光棍 我跟你讲 没法哦 哼 那你穷的也不行 有钱的人家也看不上你啊 那你要找什么样的嘛 等下无需怎么跟你老妈交代呀 随便怎么交代 哎呀 那走吧 再去看一个吧 那行吧 泡泡啊 真的是太难伺候你了 我做梅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见过 我都相了 跟你相了 二十几个了 不是你看不上人家 人家就看不上你 不行啊 我要跟你老妈说一下 六姨啊 回来啦 回来啦 哎小婧妹婆啊 怎么样啊 成了没有啊 没成 你女儿啦 太挑剔了 不是我挑剔 是他们挑我 好吧 有钱的 人家是不会愿意要他的 然后穷的 他要挑人家 在找穷人的也无所谓啊 刚刚我找那个 已经是最穷的了 再穷 都是这种 没房子住了 就住戒了 你女儿要有车 有房 有穷管的 我可 看 这种人 你看不上你女儿 我说你什么意思啊 啊 女儿 你看看你的身材 你的条件 四十好几岁了吧 到大林圣灵 你还挑有房有车的 人家已经吓了吧 不选你啊 那 再普通一点 再普通一点就行了 老妈呀 她刚才介绍一个 妙妙不会提裤子的 她竟然说 你说介绍这种给我干嘛 我去伺候她 秀姨啊 就扶发告诉你吧 我啊 这没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像你女儿这么难搞的人 你看看 我今天带她去 多久个门搞了 二十几个啊 不是人家嫌她 就是她嫌人家的 所以啊 我真的是无难为力了 以后啊 你就不要叫我 给你女儿介绍了 再帮忙 再帮忙 这个村不行 隔壁这点行 再远一点都无所谓啊 不行了 什么人都介绍给她了 以后啊 你还是找个其他人嘛 我先找了 哎哎 媒婆 哎 哎哎 喊什么喊啊 我说你 你想怎么样 你想祭司啊妈妈 你想明天送我上新冬村是不是啊 老妈先要去找我们回去了 哎 回去 回什么去 不行 你今年 过年之前 必须要找到男朋友 这样 我翻面我那个通信 叫那个媒婆婆来 哎 不要叫了 还好啦 哎呀 我跟你说 我不 我是一个不结婚的主意 我也不想要小孩 我就想自柔自在的生活 你们能不能不要逼我 哎呦 你还要自由啊 你自由以后怎么办啊 你要生病了 谁在医院照顾你啊 以后咳嗽了 住院了 躺在床上 谁给你端茶滴水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非得要我结婚 你知不知道一旦结了婚 柴米油盐酱醋茶 还要跟男人分享 如果嫁到一个好的 他会对我好 嫁到一个好的话 天天把我当牛一样使用 当保姆一样用 我告诉你啊 你再跟我说介绍了 我跟你说 这个年啊 不过了 我跟你说 我去广东 哎呀 你个逼女啊 你反骨了 啊 反骨 你是网易的是吗 你连老妈的话 你都不听了你 老妈我就跟你说吧 现在啊 如果嫁得好的话 就是嫁对的男人 嫁错了男人了 这辈子啊 我想回头也回不了了 我就要成别人保姆了 我们也一个人自首自在了 再见 哎呀 哎呀 家文不信 哎呀 这种不孝的呀 哎呀 以后你背回来啦 背了你就能死啊